今天我這個主題是要反人口販運的勞力博學 因為其實原本是一個很嚴肅的主題 但是它真實發生是台灣人 而且重點是這個對象是台灣人 不是傳統我們認為什麼東南亞移民、移工這些對象 甚至是前陣子中州科大的黑人種族 不是喔 現在是台灣人也成為勞力博學的目標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就是說 大家會認為說我們所處的環境是文明的嗎 那我真的要講就是 要想一下其實我們是一個一轉身就面對危險的時代 台灣沒有你想像中的文明 這是一個2019年到2021年整批台灣大學校友的親身經歷 那這個年齡是分佈在20多歲到40多歲 也就是一個勞動力人口區間 那我這邊會介紹說認識人口販運的勞力博學是什麼樣態 然後要如何辨識勞力博學 那最後就是講一個行動計畫 那第一個我們來認識就是 什麼叫做人口販運的勞力博學 因為其實人口販運它還有其他兩種 一種是性博學 然後一種是器官販賣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勞力博學這一塊 那首先它的定義是18歲以上的人 然後包含了第一點剝削的目的 第二個是不法手段 第三個是人流處置的行為 那這後面會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先這三個要素呢 這邊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我先來講就是目前的狀況 因為其實這個勞力博學它獲利是非常龐大的 就因為我現在講的是台灣的狀況嘛 那其實在世界上的狀況呢 它是僅次於毒品的第二大犯罪行業 這是大家非常難以想像的 然後甚至在歐盟 歐盟就是英國呢 它是 就是遭到剝削的人數是非常的多的 然後而且再來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是世界上最古老以人為奴的手段 那目前在台灣還是持續在發生 然後再來就是它有一個特色是 剝削的人他會好吃到相報 就是他會去找合夥人 然後招攬合夥人來分死這個勞力 剝削的利益 那我們要先就是把這個誤解劃開來 就是它不是字面解釋 不是所謂的有販售或是運送 不僅僅只是這樣子而已 它的模式非常多元 然後包括說台灣人也是會遇到的 它沒有分國際種族性別 身份地位職業學經歷跟年齡 那我這邊就是回到剛剛那三個要素的一個說明 我先跳到這邊來 第一個剝削的目的 它是營利的目的 然後並且是由第三方獲利 然後再來就是它會使用詐數以及 然後那這邊是案例 案例還來不及講 然後我先來講一下 主要真的是法律文書 還有資料視覺化跟網頁前端的朋友們 那就是很歡迎加入我 然後因為這個主題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連結國際組織 跟各大公會 還有就是立法院倡議 謝謝